晚安 大家今天過得好嗎 希望你們過得很好 我今天 想吃鳳梨酥 我中秋節買的 鳳梨酥還剩一個 所以我決定今天要把它吃掉 我怕它過期 我們來播個歌吧 大家知道我們的舞單發行了嗎 大家知道這件事嗎 我知道你們一定都知道 但我還是再說一次 我們AKB48的第五張單曲 一秒一秒約好已經發行囉 請大家趕快去觀看MV吧 好看可愛美麗的MV 還有很重要的是 大家有聽到我們的 UNISAKURA的 未來的果實嗎 果實 我想先聽果實欸 私心 私心聽一下 我還沒有聽過果實 其實 因為 因為我的 那個什麼空間不足 我之前就把我的 那個 播放音樂的那個 無然體刪掉了 所以 大家我們來聽一下 未來的果實 大家知道哪一句是我唱的嗎 可以聽一下 猜一下 猜一下哪一個是我唱的 我先拿我的鳳梨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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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過分了 你覺得哪一個唱 你可以講啊 你可以講啊 我們的鳳梨樹 我先拿我的鳳梨樹 其實我聲音 我聲音辨識度沒有到不高 但也沒有到側高 大家內心有雜案嗎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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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一劇啦 哈嘍哈嘍大家晚安 是這劇嗎 還是大家還跟歌詞不熟 今天講大大 歡迎大家 怎麼樣大家 笑死 你知道你們要跟我講歌詞 不然如果有時間差的話 我也不知道你們是在講 這劇是哪一劇 晚安 空白晚安 大家晚安 說的也是 沒關係接下來還有很長的時間 大家可以慢慢熟悉一下 那劇 那劇是哪一劇 我們來問道具組好了 說不定他們也不知道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們知不知道 我叫一個來 道具組 呼喚道具組 沒有人要理我 你來一定不知道啊 你知道哪句是我唱的嗎 你不知道 好太難了 應該要叫3號 我不知道3號聽不聽得出來 我們1號應該是不太可靠啦 謝謝杜里恩的野餐籃 我剛剛差點講野菜 野菜 是喔 真的嗎 可是我覺得至少每句都還是有不太 至少你們聽得出來 有分怕嘛 你們聽得出來有分怕嗎 還是你們其實不知道有分怕 你們知道有分怕這件事嗎 哈哈 你讀3號聽不出來 菜也難笑死 好不好 我不知道3號聽不出來 笑死 好我們等一下來公布答案好不好 那我們就代表我們等一下再聽一次 好來了來了來了 嗯不對 這個好像是起唱 等一下重來一次的時候我再講 對這個是 對這是起唱這是起唱 晚安妞妞 我們等一下再一次再一次 等一下如果唱到我的part呢 我就會這樣子 大家懂嗎 但都不是獨唱 就是有個別人唱 就是有我唱的部分 但我覺得我的聲音已經 已經算蠻明顯的 雖然說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我唱歌的聲音是怎樣 但是我自己知道 那是我的聲音 還是其實我是自己腦補 因為知道自己唱那part 所以就 等一下 為什麼是播永遠不回頭 太酷了 好了 我要來了 來了來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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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滿滿多人手去扣 給你尋找親手以後 Wise the girl 給安排神奇都想牽走 愛盡固�愛明明早終終 Wise the girl 大家知道這段是每劇 都有分不同的人唱 大家聽得出來吧 第2位 第3位 好了 跳過好了 OK 這是我有拿耳朵出來的這個句子 然後這邊是起唱跳過跳過 欸不對過了 對 忍不翻 忍不翻 我來認真唱 現在是2分33 我覺得蠻明顯的啊 剛剛那一句 這一句還好 大家知道我跟誰一起唱嗎 太難了 這裡沒有了 這裡沒有了 然後 就是 欸 沒有啊 我之前都帶這個欸 我已經帶這個帶一個月了 還沒一個月啊 我說從10月開始 有吧 有辣 那個綠茶叢叢 好 我我我我 你們真的真的聽不出來喔 我覺得有一點啊 有一點吧 有嗎 你們有感覺嗎 那我覺得 嗯 好 我的聲音其實沒有很好認 Woo 好 我唱一下 唱一下 那個有我的part 好 重來 等一下泡多了 好好好 但那個boys and girls 是起腔 Ysang girls 滿懷著啟動 向前走 看到鏡頭撥光變眼淚潮沖沖 有吧有吧 硬要 有吧 沒有啦 我不是這樣唱的 有吧 好 後面 有吧 腳步也變得輕快開朗 有嗎有嗎 真的是 起床 你們有聽得到我唱嗎 還是這個會不會太大聲 悲傷脆弱莫名雙揚 偶爾總同樣 對自己難以忍受 好 就這幾句 沒感覺嗎 這句不是我喔 這句人不防不是我喔 應該是有差別的吧 對 有綠草沖沖的 我都有唱 你知道嗎 綠草沖沖 最後哪一段 你說哪一段 我現在問你 你也不知道是哪一段 笑死 蛤 我怎麼覺得 只難以忍受前面那個比較明顯啊 這個啊 我滿懷著激動 向前走 這個啊 等一下等一下 回來 對阿 對我一差一點點 我覺得有 還是會是我自我感覺 歪三個 滿懷著激動 向前走 看他鏡頭破光 連夜裡超重重 一樣 自己說 我覺得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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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我覺得 怎麼前一句都不一樣 好 好 我們應該要來聽一秒一秒月 好 哈哈 哈哈 你不要再多多 把自己倒了 真的夢想不到 把自己倒了 把自己給我而上壓 穿著你的心 快樂 把自己給我而上壓 一秒一秒 變好 一秒一秒 做了 大家都看MV了嗎 刷起來 MV刷起來 MV刷十字 刷百字 MV刷兵 MV刷一些 MV刷刷 i Pete t bible MV刷 MV刷 在一起 全身旁的風景 總有一天一地 無邊無盡 誰一直都在把唱麵 唱麵 誰一直都在心悲意 他們忘了一秒 曖昧的心願 我們慢慢兩一秒 帥啊 超級辛苦 口訣喔 我也還沒有發明出來 就是 我覺得這首 這蠻好學的吧 這首 以後大家應該有機會看到 就是 16人吧 他的那個舞蹈非常的精彩 大家可以期待 以後有機會看到 有機會看到 這裡超可愛的 那個什麼 可以一直在牽著 水泡泡 小舍大家 超可愛的 一秒梗的部分 今天3號去打一秒笑死 結果他有一點副作用 轻软一棒了 我们一秒 爱美的心跳 我们慢慢原 一秒一秒 一秒 一秒一秒 琢otle一秒 一秒一秒 大男 跳舞 噔噔噔噔噔 可愛耶 這首歌真的很可愛 超級可愛 好了 我們在 我們在 再來聽過去 我把這個歌單播放 播放這個歌單 再聽一次吧 其實我也不太確定 因為我也沒有唱過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是不是 這是吹泡泡嗎 這是吹泡泡的意思 其實 我也覺得大家應該 沒有其他人說過這個嗎 還是你們都沒有在認真 聽別人講話 我手機快沒電了 叮叮叮 總有一天 一定 聽別人講話 我們在寬夜中 聽別人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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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別人唱歌 聽別人講話 聽別人講話 謝謝艾拉的sing a song 好了 我可以來講話了 我想想喔 最近呢 喔 我就剛考完段考 然後 謝謝熊熊的 呆我耳舟 謝謝酸酸大叔的 夢幻星座 我真的考了六顆耶 我覺得我是勇士吧 雖然說高山的段考 怎樣 你不知道我考的哪六顆嗎 國英樹立地公 那我覺得就是 沒有考太差 但也還好 什麼義工 我早就不用考價 我高了就不用考價 我當然知道高山重點 不在段考啊 就是 大概簡略的念一下 可是因為我們有 像歷史 他是直接考學測範圍 再加段考 所以還是要讀一下 學測範圍的 所以就是一起讀這樣 其實已經浮到100千了 其實已經浮到100千了 最近就是 嗯 不知道可能 時間越來越少 然後就 有點壓力 沒有 這完全不體貼 因為其實根本就是 很多的還沒有完全把 全部的範圍都念完 所以就蠻 我那時候就是把 我就把我獎益打開 然後就是 因為他 歷史嘛 就是 決策範圍有9個單元 但是後面還有幾個單元 還沒有讀完 我們那時候 好像 對我們好像只複習到第七 就老師帶我們複習到第七 然後就是把後面兩個 因為時間不多 所以我就先寫了歷屆的題目 就是他後面講義後面附了一個歷屆實體 我就先 先粗略的看一下重點 然後寫一下歷屆實體 定證一下 大概 回憶一下那個章節在幹嘛 謝謝羽昌的看好女歐 謝謝羽昌的看好女歐 對啊 最近就是覺得 不知道有點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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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吃 欸 沒有欸 小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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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是心理的問題 通常都不是什麼身體怎麼樣 身體通常都蠻好的 不知道就是 真的沒什麼身體的問題 很健康 我是健康的人 對我就是會發現在吃 可是我今天晚上 只去沙拉油 我覺得我個人應該 比較傾向會 我覺得這句很有 我的感覺 我覺得有啊 有吧 我是不會 保 會哭吧 如果我壓力大應該比較容易哭 可是我身體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可是可能是他還沒有出現 之類的 可能之後才會突然出現 希望是不要啦 沒有沒有哭啊 我很好啊大家 我要去鳳梨酥 等一下我等一下在吃鳳梨酥 還是我不要吃 可是我怕他過期 我看一下 但最近也沒有長痘痘 他沒有 到22號欸 今天幾號 15號喔 還有幾天啦 什麼 你會通靈嗎 你會通靈嗎 他到22號 今天15號 還有一個禮拜 還有一個禮拜了 我覺得這句其實有點像我的聲音 我覺得這句其實有點像我的聲音 但剛剛那個應該是小青的聲音 哈哈 有嗎 什麼意思 可是他已經放在那邊很久了 我怕他有一天會被遺忘 可能再放下去就會忘記他 好啦 等一下試情況 試情況好不好 我們看看情況如何 我覺得蠻用我的聲音啊 現在金屠波光連夜 超重重 重一個吧 沒有這不是我唱的 蛤 為什麼 我很有感覺 你超重重 好沒有 這不是正常版 要給我個Key 好啦 我真的覺得很有感覺 就我一個人自嗨 只有我覺得 只有我覺得 然後就說什麼 你是智慧的結晶 大家知道那梗圖嗎 那個 你是 欸我要找那個梗圖 我要朗讀 真是太棒了 我跟你們講 你們要分析 你們要嘗試分析 好沒事 只有我覺得 可能有兩句的匆匆是齊場 有兩句是分開 但是就是都有 就是 因為齊場也算在裡面 所以就是衝衝詞都有 就是 就是然後有分開的就是 人不防 第一段人不防 跟後面那個 後面 那叫什麼 我第一次 第一次聽到這首 難道只有我這樣覺得嗎 沒錯 只有你 你是智慧的結晶 你是文明的瑰寶 你是人類的獨苗 你是上帝的遺珠 你是最後的希望 你是電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神話 好我講幾秒 我講 好啦我再跳回來 不要跑不要跑 就是0分18 0分18 0分18 0分18是第一次出現 0分18 然後再來 唉唷 他怎麼會跑掉 然後 那不防 在哪裡 1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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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阿郎 1分26 1分26 好再來 2分2分 2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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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25 2分36 你超重重 3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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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對 很大 2分6 3分3 5 3分3 2分3 3分4 2分3 所以你們聽多次一點就有感覺了 所以你們聽多次一點就有感覺了 所以你們聽久了 欸 原來這就是布丁的聲音嗎 但我覺得我唱這種 不唱這首歌 通常我就是 唱 感覺跟我平常唱歌的聲音好像還是有點差別 就是 哇!真是謝謝你 好,我會叫他去 就是運用這幾個吉利的數字 好耶,到一組截圖 到一組記下來,到一組去簽 好啊,說不定就這種大獎 頭獎,沒有那麼誇張 喔,對 然後我考完段考了 而且重點是因為我們 我們以前自然,我們以前社會組都 之前好像也有只考三課過 結果這次換自然組只考三課了 好好喔 然後我突然就是我那天 就是考,算考卷 我就突然想說 欸,啊我高二的時候有沒有在考社會科 我就突然沒有印象說 欸,我高二有考過社會科嗎 結果發現我高二沒有在考社會科耶 除了公民 因為,因為就是那個什麼 地理跟歷史就是在 高二 欸 高二上 欸,欸 欸 記憶錯亂 反正就是 高二下的時候 因為之前就已經教完了 所以那時候都在做探究課程 所以那時候就沒有考 什麼地理跟歷史的期末考 然後後來 又考了地理跟歷史的期末考 突然就覺得 不期末考,期中考 突然就覺得 欸 哇 這個東西是什麼 沒有啦 就是說 很久 發現自己很久沒有考 這麼多 多課期末考 因為之前都是 就是在上探究課 就沒有考期末考 就是在做報告 所以這次考了六課 之前都考了三、四課 三課超好的耶 就國映術 超棒的 而且這次就是公民 就是需要用一些計算機 對啊 然後 就是 就是那個什麼 我這次的 我這次的那個什麼 斷考有點小小的 運氣不好 哈哈 我先說 就是那天 考公民的時候 要用計算機 結果我忘記帶了 然後我就跑去找阿妮借 因為他不是 他是自然族嘛 然後他 他那一節就沒有公民 所以我就去跟他借計算機 笑死 對 就是運氣不好 其一 其二是今天 讓我非常震驚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 發國文考卷的時候 老實說 喔你們班 正式有三個人 就沒寫名字 或者是畫卡 有問題 然後我想說 嗯應該不會是我吧 嗯應該不會是我吧 結果真的是我 我真的直接嚇到 就老實發考卷的時候 就說 我沒有寫名字的 就是你喔 然後我想 蛤 我沒有寫名字 我真的很嚇到 我這輩子 才沒有發生過 如此荒謬的事情 然後我就被扣五分了 謝謝大家 我真的是 直接嚇到 這在我 這在我人生中 是不會發生的事情 今天就發生了 我就覺得 我真的在這個時候 就是瞪大眼睛 我就想 扣五分 哪有 哪有 哪是第一次 你說哪一次 我明明就沒有 好不好 另外兩位是誰 就同學 對啊 就沒有寫名字 或是那個什麼畫卡 如果有什麼 就是畫卡 也會畫班級 好像畫卡不知道怎樣 畫得不好 並不清楚 還怎樣 也會扣分 哈哈 沒有 沒有在想著什麼 沒有 我沒寫名字 是那種 就是答案 因為我們會有手寫題 就是 手寫要寫那個什麼 就是 末書 然後還有混合素養題 大家都知道 什麼是混合素養題嗎 就是 那個什麼 會有選擇跟 問答題的 加在一起的 混合素養題 哈囉 旅冠 混合素養題 就是一個 108個剛剛新出來的一個 新東東 就是培養學生 有素養的能力 不只是會做選擇題 還會減答這樣 就很厲害這樣 對啊 我不是 就是我真的 我也自己嚇得到 就是我這輩子都沒有發生過 忘記寫名字的事情 還是其實有 但是我其實沒影響 但高中沒有吧 真的沒有 反正 我下次會記得 我想說算了 沒關係 就是 哇我就是聽這種 哪種素養 就是 你要能夠分析文本啊 就假如說 他給你一篇文言文 然後 他好像講那個什麼 陳平 他說什麼 陳平是如何 什麼善始善終 反正就給你一個文章 然後去文言文 然後他就說 陳平為什麼能夠善始善終 然後那個 犯正為什麼 最後 被 跟項羽產生嫌隙啊 之類的 然後他就是給你一個文言文 然後你就要寫 喔 就是 犯正呢 就是因為他 這個 勸見不夠迂迴啊 脾氣暴躁啊 就是他文章上面寫的 就是他脾氣暴躁啊 然後就是 不會 不會懂得去那個 揣測君王的內心 就是 就是想的 就是他們兩個就是不合 個性不合 就類似這種的 但也有白話文的 就是白話文可能就會問你 想一下有什麼 就很多種啊 他可能就給你一個文本 然後就是講說 文本裡面有內容 或者是有時候也會 就是 叫你分析什麼 意象之類的 希望我 會記得 不會 我不會寫正不正 是沒錯啊 但他就是那一題還是在問犯真 就類似這種 這種 叫做 素養 混合素養題 他就是前面會選一題選擇 或一兩題啊 然後下面再出一個 那個什麼 問答題 簡答題 然後可能就是 限理多少個字啊 然後這種 像這種問題 因為我們之前不是已經辦過 什麼模擬考試 辦考試 然後他們就是會 因為每個人寫的東西 可能都不太一樣 然後就是 會正對那種 什麼關鍵字給分 就假如說 要寫什麼 全品啊 初期季 然後去 可以 振... 振興他的國家 哪一題 沒有那麼多啦 頂多 就 30 30個字以內 他也不會讓你寫太多啊 因為寫太多他怎麼改 全品 你的 歷史容易 對啊就是 就是說 說到這個我就是想要 好像是北模還是 還是 他在示範 我忘記了 有一題 他就給你一段文字敘述 然後就說 請問這個 這個 這段文字敘述 在講哪一個城市 答案是 大道成 我成寫錯了 就被扣翻了 那題就沒有分數了 沒有 但是這不是有點錯 這就是 他的地名就是那樣寫 我寫錯 我就是寫錯了 對 耳東成的成 真的是 超好笑耶 我還那時候還很開心說 我知道 我以前有看過大道成那個電影 我知道就是大道成 然後我就寫錯 對是土 旁邊是土 剛剛寫那個 姓氏的那個成 我就不小心寫錯了 寫太快了 寫太快了 我說了 陳平的成是耳東成 大道成的成 我那時候寫 旁邊就寫一個合部 就是過程的成吧 應該是 我有點忘記我到底寫什麼 但是應該是那個成 不是 是 我倒還是有寫對 所以我可能寫太快了 就沒注意到 阿阿阿阿 就寫過去了 對 但其實在那之前我也沒聽過這個人物阿 我也是 透過段考認識他 太棒了 好 哇 怎麼可能 你們為什麼要低估我的 我的智商 小受傷耶 其實我也不知道成 不是這次才認識他 沒關係 反正 就算不認識他 就是你也可以透過文章中去 找那個答案 但是寫不寫出來 看不看得懂 寫不寫出來 又是另外一回事 像現在就是 就是每課都有阿 每課都有 混合素養題 就像 什麼歷史 什麼歷史 歷史出什麼來的 喔他就寫說 1850年代 美國有什麼 有什麼 工作機會 所以由華工到那邊去尋找 尋找工作 之類的 對 類似這種 然後他前面也是會先給你一個 文本阿 就說 呃 就是 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 滑工到美國工作 怎麼樣怎麼樣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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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大考是有 但我們斷考沒有 數學有阿 它也是 它是一個大體組 收錢透創的第一題是選擇 然後 就是好像 就是 第一第二題是選擇 然後有一題是 通常是證明 證明題 然後就是 就是它是一個連貫的題組 但還是 就是 對 證明題 對啊就是證明阿 我不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在講 I的平方-1嗎 大家也記得嗎 好像我高一的時候 因為我高一的時候 我有去補數學 然後那時候 數學補習班 好像是上什麼 顯介課 然後他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就教I 就是那個負數 然後結果我高三 到現在我才學到 而且就是也是學測不會考 就是 就是負責段考的 段考的範圍 或是 呃 直 直考 不對啊 它是術椅 對啊 所以以後也不會用到 就根本不會用到 就是 斷考的東西 I平方-1 反正就是 我終於學到了 呵呵 我終於學到了 超久欸 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我才高一 為什麼補習班 教我這麼困難的東西 其實還好就是 但那時候就教也太早了吧 高三才會接受到的東西 然後我就突然 欸 喔是你耶 哈囉 真的是太可怕了 所以 嗯 這次又考出什麼 複數 但是術水真的 好難喔 我還在努力 我盡量 我加油 而且我們今天又拍了畢業照 但我們今天拍的是那種 大家一排一排讚 然後前面還有一排老師的那種 畢業照 然後還有什麼 一大堆人的那個 一大堆人一起 就是幾乎 全校嗎 好像沒有一半 一半的班 大家正在一起 就是 就那種啊 通常都會拍那種 就是一大坨人在那邊 然後其實你拍那張照片 你也根本看不到誰是誰 但就是 要拍這麼大這樣的照片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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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類似那種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就是那時候下午拍 然後就超熱 就是大家 因為他就是在戶外拍 然後就是 大家都一普人 在那邊 然後流汗這樣 雖然只有一下下 而且他也拍兩張 而且他是由上 往下拍 然後就抬頭 然後就看那個光超亮 我覺得眼睛很痛 然後 然後就是 然後他就說 他說好我們現在來拍了 然後大家抬頭 然後就過很久 然後都已經眼睛都已經 飄到別的地方去 然後他就說 喔我們已經拍好了 然後就 我剛剛根本沒看鏡頭 他就拍好了 喔我敲到手了 好痛 好痛 沒有面對太陽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我要講什麼 沒有直視太陽 好痛喔 算到旁邊的門了 唉 我很沒有 空間概念 就是 就是 我常常會沒有算準距離 就會撞到 然後他就說 你為什麼不算一下 你這個距離 你就是 所以有的時候 我要 我要 從 我要從門出去 然後我就會撞到旁邊 可能手太長 我就 唉 我以為我可以順利的通過 而且我每次都撞到這骨頭 就是 這裡 每塊 骨頭 不是 就是門 它這就是一個門 然後我要走過去 然後因為我手就是往旁邊 然後因為我手就是往旁邊 還好耶 要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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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吧 不一定會 我昨天解釋 我看起來很累嗎 真的嗎 那 我覺得我已經 我覺得圍巾 我覺得圍巾 我覺得圍巾還好啦 沒有啊 我昨天沒有很晚睡 沒有吧 不是東西太多通到太窄 是 它門就是那麼寬 也沒有任何的東西阻礙我 就是我單方面的手太長 或者是 不會算距離 而導致的撞到 跟我房間 是不是有很多物品 與否 完全沒有正 沒有呈現正相關 沒有好嗎 我昨天 其實我不太確定 我對你幾點睡 但沒有這麼晚 我沒有這麼晚睡 如果這麼晚睡的話 我現在應該已經倒在地上了 紅掉了啦 紅掉了啦 好好笑 我真的很希望我手臂可以 有點肉 你知道嗎 它沒有肉 它無法 我無法支撐 就是我無法做福利提升 我的手 沒有什麼 太大的力氣 沒關係啦 還好 它只是紅掉了 但我 真的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怎麼樣 沒有啊 我紅好啊 好啦 講點別的 不要一直圍繞 在這個 我 我仰臥起座也還好吧 就是 普通 我覺得我幼稚園的時候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講過 在我幼稚園的時候 有一次要側仰臥起座 就是 但是我現在真的沒有試好嗎 大家為什麼你們一直覺得我 看起來很累 但我覺得我完全 看起來沒有很累 還是 你們看起來就覺得我很累 但我覺得我沒有很累 我覺得我跟平常一樣 還是我今天不夠高音 不過嗨 之類的 好吧 我要講什麼 我要說我幼稚園的時候 我幼稚園的時候 就是有一次要測體訓 因為 就是 都會要測體訓 從幼稚園 國小 國中 高中 都還在 測體訓 他怎麼又播永遠不回頭 好啊 就讓你播啊 那麼喜歡永遠不回頭 我不知道 好吧 也許我今天是沒有什麼特別 嗨的 表現 因為今天沒有什麼特別嗨的事情 好我現在講那個往仰臥起座 仰臥起座 仰臥起座 仰臥起座就是 後來呢老師就說 喔 你要可能中午要來補測還是什麼 反正好像也有別人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反正我記得我有一次中午 就不能躺在那邊好好睡覺 我就被抓去 沒有抓 被帶去 被帶去一個 就是我們通常玩遊戲的那間房間 然後 老師又帶著我們一群 就是前面 成績測不好的小朋友們 然後 再去補測仰臥起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又記得我去補測仰臥起座 然後 但我那次做了十九下 我覺得我超強的耶 我想說 蛤 我之前不是才做兩三下 啊我今天怎麼突然進步到十九下 沒有他真的是補測 我又突然做了十九下耶 我自己就覺得很神奇 就 啊我為什麼上次都做不起來 我真的做了十九下 永遠不會痛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讓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 雖然我其實真的對我又覺得 沒什麼影響 沒有啊就是做不起來 我也不知道 我忘記了好嗎 我真的不記得 對啊三號下也還不巧 對啊不過這也覺得很神奇 我想一下我幼稚園是什麼 我幼稚園的模式 就是早上起床 我有講過嗎 好隨便啊 反正大家很很愛聽我講話 自己說 大家很樂意再聽一次 就是我以前幼稚園就是我早上起床 然後我就開始吃早餐 看米奇妙妙屋 然後那時候三號就會幫我綁頭髮 他有時候可能會幫我綁 雙馬尾之類的 我其實 不太記得他又幫我綁什麼 可能有雙馬尾過吧 然後我就看 我就看米奇妙妙屋 然後繼續吃我的早餐 然後等到米奇妙妙屋播完的時候 道義乳再載我去上學 就是我的幼稚園 蛤 對然後 還有什麼 這個幼稚園都可以吃三餐 三餐對 早餐午餐 還有下午有小點心 然後那時候 還有有時候會什麼幼若乳 然後用那種 小小小小朋友專用鐵丸 然後喝 裝幼若乳 然後喝那個幼若乳 然後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座位 就是 就是好像 就是在走廊好像兩邊 這樣 然後就是桌子 然後就是面對著牆壁 很好笑 我記得就是面對著牆壁 就一個人一個座位 就是大家並盤 然後面對著牆壁 超酷的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我們 還有各種奇怪的話題 就是幼稚園的時候 然後就說 欸你們會綁辮子嗎 想說我同學幼稚園就會綁辮子 超強欸 而且他們還有問 就是欸你會翻白眼嗎 然後我發現我自己會翻白眼 超好笑 沒有欸 我們幼稚園 做位 不是幼稚園 就吃飯而已 吃飯的時候 就是真的是兩走廊兩排 然後就是各往這邊面對牆壁 那還是可以跟旁邊同學聊天 那就是面對牆壁 我記得是面對牆壁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面對牆壁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沒有 沒有太大的空間之類的 我不知道我只記得 辮子跟翻白眼 其他沒什麼印象 然後還有一個印象深刻的是 那時候就是 上課 就是有一 就是上那個課本裡面就寫說 喔 它有一張圖 就是那個小學生們都趴著睡的樣子 然後他說 喔 上了小學之後小朋友們 都必須要在肚子上趴著睡覺 我就以後就不能躺著了 呦 這種類似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 太難過了吧 我以後不能躺著睡 要趴著睡 我很驚訝欸 呵呵 我那時候好像挺難過的 然後 好像幼稚人快要 快要畢業的時候 就是 那時候一直練 練寫自己的名字 然後我名字筆劃的特別多 就 好多好多 現在嗎 不一定欸 其實我不算是那種 很容易在外面睡著的人 如果真的是睡著 我通常也就是那種 極度淺層睡眠 像有時候如果我在 學校 可能下課 下課 下課小睡 然後 但是 通常只要打鐘 或是有一點聲音 就是我只要上課 我就會直接醒來 就是不會 不會真的睡 睡一時這樣 對啊 那個時候就是有很多姓名貼欸 那時候就是他就會給你一排姓名貼 對啊 我就讓這個歌單自己播好了 沒有沒有練習 放在桌上睡覺 太可憐了吧 然後那時候都可以睡在睡袋裡 因為我睡袋是珍珠美人魚的欸 我小時候 小時候幼稚園 超愛珍珠美人魚 我就是珍珠美人睡袋 我那個枕頭去露牙 然後每個禮拜五都要把那個睡袋帶回家洗 就是我其實 幼稚園好像 沒什麼記憶 其實其實我 小時候沒有特別喜歡布丁狗 是到某一個時期 我也不知道什麼什麼時期開始的 好像 我不知道還在不在 我不知道 沒有 但是其實 其實我跟布丁狗是 因為在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時候 就是我 可能一兩歲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布丁狗的枕頭 然後我以前就是一直 就是躺著那個枕頭 然後抱著那個枕頭 還有我小枕枕的那種感覺 然後後來 他就是 後來那個什麼 三號又買了第二個 可是我很討厭第二個枕頭 就是 我小時候很討厭第二個枕頭 因為我覺得 他是那種 超好笑 我小時候就很可愛 就是 他那時候就覺得布丁狗很可愛 就是溫暖的感覺 他就買了布丁狗的枕頭 我可能是那種白色 然後上面很多布丁狗 圖案那種 不是一個完全布丁狗形狀 好 反正我就是以前 就有那個布丁狗枕頭 然後我都會抱著他到處 到處走 就是 就是類似有些人 會有小坦坦那樣 就是小枕頭 然後我以前 都很不喜歡 第二個 他買的第二個枕頭 我那時候就是有 之前可能去什麼 騎腳踏車 然後我坐在後座 然後那個 但那個後座那個 就是那個座的地方 就很痛啊 所以 那時候就是 都把第二個枕頭 拿去夾在那個座椅上面 我就直接坐在那個枕頭上面 我以前就不喜歡他 我就覺得他是有一種 那種 那種氣帶瓶的感覺 有點 有點要取代我那個 第一個枕頭的感覺 我以前就很不喜歡第二個枕頭 我都 我都不喜歡 我都不會去 不會去理那顆枕頭 但我就是第一顆枕頭 就是超級愛護有家這樣 就是 他就是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到哪裡都帶著他 我以前都加了什麼布丁 真的嗎 我忘記了 反正我 我不知道我以前 我就記得我那個心理狀態 就是覺得 我就是很排斥那個 第二個 第二個枕頭 我就覺得他是一種 感覺到就是 不知道你們講 講不 聽 了不了解那種感覺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那時候怎麼想 反正就不喜歡他 就覺得他是一種 嗯嗯 不知道 就可能像什麼 姐姐很討厭 妹妹搶走父母的愛 類似那種感覺 但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我就是 有一種 排斥他 的感覺 對 反正我就是不喜歡他 我都把他拿來當作墊 對我就是專情的孩子 好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後來 後來就是因為 那個枕頭 就是常常拿去洗嘛 然後越洗之後 他就 越來越破 你知道嗎 就是他就開始分裂這樣 然後後來不知道到某一個 某一個時期 不知道幾歲的時候 我就改報第二個枕頭 我就直接把那個 好像布丁狗一號 布丁狗二號 我記得他叫二號 我就叫他布丁狗還是什麼 我就忘記我到底叫他什麼 反正我就叫他 他是二號 然後後來 我問他某一天 怎樣 我就突然就開始爆二號 可能三號就說 喔 一個一號有點破破 你爆二號吧 然後我後來我就接納二號 但是 但是沒有 但是後來二號也是 逐漸 爛掉 我還曾經 縫過他 但是 就是他真的是 就是成年 太久遠 就是有點 就是真的 撐不下去 後來他們就是 後來他們 兩個 都破破了 都破掉了 但是他那一塊 他就是破 破步 我還留著 欸說來也是很 很那個什麼欸 說來也是很 懷念的回憶 因為我以前真的是 到哪都會 都會帶著 我有布丁狗 枕頭 就是 出去外面住 也要帶著他 到處走這樣 沒有他現在 就是已經破破 現在放在我 房間的某個角落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 就是 抱著吐吐 吐吐 之類的 後來好像就抱著吐吐 但我 但我不是那種 需要 一定要抱著某個枕頭 或東西 才能睡得到的人 就已經不是了 但通常還是會抱一下 或者是我自己會抱那個 卡比比 因為他的毛很舒服 對 現在就是他們負責陪我 我以前真的很愛 很愛那個枕頭 很愛 兩個都 兩個都是我的最愛 我以前還有一次 在哭耶 就是 我以前都覺得 我以前就在哭說 我沒有把他保護好 他要破爛破爛 我就很難過 當然 沒辦法 他就拿去洗 就只好破掉了 我一直跟他說對不起 我好像叫布丁狗吧 我忘記了 我說對不起 沒有 現在就沒有那種小枕頭 現在就藏普通的枕頭 那我的枕頭 到底是布丁狗啦 就是 就是我 就是我從 很小就是有這個布丁狗的枕頭 但是我是 到了不知道幾歲之後 我才 就是 真的很喜歡布丁狗 但其實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雖然有些人可能是小貝貝 但我就是小枕頭 比較 特別的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什麼時候開始喜歡布丁狗 但應該也是小學 小學 可能中高年級的時候吧 但我其實這 沒有 記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然後就很喜歡布丁狗 就到現在 最近布丁狗25歲 出現很多周邊 然後我是一個獅格的布丁粉 布丁狗粉 你們不可以當獅格的布丁粉 不可能 各位 不行喔 我到現在 還是 過千點 欸 我們上次直播 喔是禮拜日 蛤? 今天禮拜五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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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今天禮拜五 喔 欸 因為這個禮拜一有放假 啊我是什麼時候直播 禮拜日喔 不禮拜一嗎 喔喔啊 喔啊 好我明天就是郭貼 我明天就是郭貼 走吧 肉魚主我們明天吃郭貼 我們不能再當獅格的布丁狗粉了 是晚上 我晚上再吃郭貼 對了明天中午不行 也是 喔好啦 好 中午 晚上 真的假的 對我要那個 我要那個 我要開始 成為一個 合格的布丁狗粉 好 但我應該還是會買一下 討餐 如果如果 如果單點 我感覺我很難吃到118欸 就是我可能就會買個 六七個鍋貼 還是喝個 魚米紅湯之類的 好 我明天盡量記得 希望我會記得 笑死 為什麼你們都今天要吃了 不是明天才有新的嗎 我明天要吃 我明天會吃 我明天要 我要記得 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 不會 不會 我不會再去那家了 誰誰 我再也不去那 那裡 喔 酷欸 感覺很多欸 但是我沒有那個 什麼東東欸 好難過喔 喔我一定要拿到便當盒 你知道嗎 因為我原本 我原本 最近 我最近有開始就是 在便當這樣 就我最近可能是 像昨天就是吃 欸 昨天晚餐吃阿公煮的飯 然後今天 中午也是阿公煮的飯 帶便當這樣 然後之前是 可能我買 就我的晚餐 就可能買個很 就是 大份的健康餐盒 然後一半晚餐吃 第一飯明天中午吃 或者是像我那天 就是 我也是買 我要買一個健康餐盒 然後我就順便買了第二個隔天 當午餐盒 一起 一起訂這樣 然後我最近就開始帶便當 然後帶便當之後呢 我就是 我要帶便當 然後我要找我的便當盒 然後我就想說 欸 啊我的便當盒是去哪裡 就我以前有那種 就是那種 鐵的那種 但是那個可以拿去蒸嗎 好像不行欸 我說了之後那個布丁狗的 那可以拿去蒸嗎 因為我們都要拿去蒸 不然那微波也可以 只是我要跑去別的地方 比較麻煩啦 但如果可愛的話 好像可以為了可愛 就跑那一趟 但是啊好麻煩 很遠欸 因為拿去微波好遠 它可以蒸嗎 感覺是不行欸 玻璃的可以蒸嗎 應該可以吧 可是如果我要去那個地方 我通常都會打電梯 因為超遠 離了七層樓 真的不要叫我走樓梯 七層樓 好反正 喔我就是要找我便當盒 因為我很久很久 就是自從疫情後 就都沒有再 帶過便當 然後我就不知道 我的便當盒 到底去哪裡了 好反正我 我那時候是找不到的時候 我就想說 蛤那個趕快 等那個布丁狗便當盒出來 我以後就用那個帶便當 但我最後還是找到我便當盒了 在某個神秘的角落裡 不知道欸可以嗎 希望可以 可以占用大家一些時間嗎 歡迎 你要占用什麼時間 你好壞喔 可以看個我的頭天嗎 希望我不要什麼糟糕的東西 好欸 好感人喔 旅冠 那那個字體看起來就很 很好笑 好可愛喔 好感人喔 不過這陽春就是 比較嚴肅的字體 沒有啦很可愛 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 不要這樣子 星星名提也是很好看的 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 不會好不好 很有誠意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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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沒問題 可以啦 我撐得住 我這個人是 我雖然沒有抗壓性很高 我還是會有壓力 但是我是那種 恢復很快的人 就是 我可能吃點東西 我就好了 就不會 不會 難過太久 好 OK 笑死 這麼突然 OMG 今天還不是我 今天我還有幾次 你知道嗎 我還有幾次才要走啦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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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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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